哎呀 马珍星 吉充 我看见你留下的字条 你为什么还是要回头 救这个薄姓之人 要不要命了 追兵在后 先躲再说 闪开 集中小心 摘星 主子 马摘星 摘星 快点摘星走 我去对付追兵 走啊 摘星要紧 追 老纳 去跟冒险会合 闻眼 跟本王回音地 这个人也能告出 去的 没有火 看 她说 你看 她说 要是一样 我看我 你能让你 你能让我 说ha 是吗 你是你 说是吗 我说是马互 我将是长生 算是吗 襄安全啊 摘星是因为我而中剑 我当然有权利知道 她是否安然无恙 柱子 郡主的剑中得太深了 危止也太险 属下担心 即使把剑拔了出来 也会因为伤口太深 而流血不止 郡主 正处在命悬一线的境地 你在说什么鬼话 马柴星只能活 不能死 你要是没有把握 就换一个大夫来 拔也会死 不拔也会死 到底该怎么办啊 婉衍 本王没有见过 在你手上死过的人 这次也不例外 你必须救他 马柴星非活不可 摘星 同人一下就过去了 好 就算了 你怎么会变好 说谎 我们要 prata 好 主子 群主 没用卖乡了 不可能 马山兴师不会死的 别死 你不准死 不准死 马山兴 你让开 这个 这个 快给真心姐姐吞下去 这是国师炼制的救命丹药 全气坛只有三颗 给了父王我 还有楚友斩 赶快让他吞下去 说不定还有一些神迹 真心姐姐 我不准死 真心姐姐 求求你醒过来 你绝个宝纳的命 你一定要醒过来 让宝纳有一次报恩的机会 你 主子 郡主已经脱险 主子 请去外面稍候 属下一定清尽全力就职 马摘星究竟何时才能醒过来 我在问你话 我没必要回答你的话 我只回答殿下所问 你们殿下 根本就不会关心她的王妃 不 她还是会虚情假意地 关心一下她的渤王妃 对 主子不是不在乎郡主 她是 她担心身受重伤 使她旧由自取 若不是她擅自做主跑来 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这里是渤王妃影仗 出去 不 不 你醒了 急冲留下 你出去 什么 我只要急冲留下 你们 都出去 你没死就好 本王对父皇也算有交代 你去找她 你去找那些话 对 这儿是 送你啊 我说你去生日子 这儿很快 郡主误会 也不解释清楚吗 她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你身上的伤 好像不亚于我 你受的伤不值得 我受的伤 可是打败伯王的荣耀 马占星 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犯傻 什么意思 每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那么让人火大 谁让你离开客栈的 谁准你回头找伯王的 又是谁来让你救我的 可是 我不 你知不知道 若是没有国师的丹药 你就死定了 你想让我怎么办 你想让我内疚一辈子吗 我不会让你内疚的 狼仔离开以后 我也内疚了很久 谁是狼仔 在我难过 一个人躲得远远的时候 他总是会找到我 陪着我 狼狼狩山上 那个山东的主人 那 他去哪儿了 被我害死了 被我害死了 我也很想保护他 但最后 还是失败了 很久之前 我有一个朋友 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军中好友 为他而死 他却无能为力 我很明白他的军傲 所以 我也能理解你的痛苦 那他放下了吗 永远不可能 心中有悔恨的人 总是孤独的 你若再见到他 你就告诉他 有一个叫心儿的女孩 能够懂得她的遗憾 她并不孤独 可不孤独的女孩 她现在 可以不要再自责了吗 好 我有机会 就会告诉他 但是我希望 你也答应我一个要求 让我做你的第二个狼才 在你想消失的时候 我会像那天 在狼兽山一样 找到你 陪着你 我不允许你再推开我 当你痛苦时 我会接住你 我不会再让你沉沦在痛苦里 喝酒了吗 喝酒了吗 你的笑容 已经够醉人了 回宵就是没事了 快睡吧 星儿 我在这里 回宵 我一直在这守候 未曾变过 未曾变过 那一颗星球依旧在闪烁